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是有赞助啊 我没有人赞助我啊 我只是想告诉一下大家这个物价 好 我们接着上坡 其实去年我第一次来新加坡闲逛的时候偶然中发现这个克纳街 我是被它的这个名字给吸引的 因为club street 一般你都会理解成是俱乐部街 就是那种很high的夜店啊 club 俱乐部嘛 但是它把它翻译成克纳街 这个意境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 那么克纳街早期呢 有很多华人开的中乡会馆啊 还有一些山谷俱乐部啊 以及一些工会 那么因为可能俱乐部比较多 所以当初就把它命名成club street 就是俱乐部街 那么克纳街呢 其实也是很短的一条街 从这个克纳街的这个头到我刚才那个坡上来那个头那里 一共是250米 那么它有一个枝路 就是克纳街的枝路也是一个小山坡上去 这里是90米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克纳街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俱乐部了 但是还有现存了两家百年以上的俱乐部 我们现在上这个坡去看一看吧 据说克纳街以前路口有一个大门 所以克纳街也被称作大门内 那么现在我正在克纳街的这个枝路上面 90米 我准备一个视频拍到底啊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现在天上有点下雨了 所以我还是得抓点时间 然后我旁边的这个就是Liberty House 据说以前也是个大户人家 那么很多的人力车夫说特别喜欢在他们楼底下的那个五角机等客人 因为可能到这里的都是一些云山巨谷的有钱人 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生意也比较好做 然后在这个坡上面我看到了一个唐商工会 所以这里以前应该也就是唐业的一个协会 或者现在可能也是 我不确定 然后我身后这里 你看 这就是电屋两排的一个小巷子 从那里可以下去 这个安详山坡 那么远处就是现代化的组屋 听说那个组屋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的 所以你看这里是过去的电屋 那里是现代的组屋 过去与今天 Past and Present 然后我现在差不多快到头了 你看 然后两排的这个电屋 特别的漂亮 这个装饰 然后我身后这里呢 我也看了一下 据说以前这里就是土生华人 给一些印度来的 不是印度不好意思 印度尼西亚来的那些移民的孩子 提供福利的地方 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地方住啊 或者没地方上学啊 所以当初就在这里创办了一个 一个福利院一样的东西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宗词 你看 唐氏宗社 唐氏宗社 所以有一点点历史 而且这条街挺安静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来的话 记得来来克纳街 Club Street 有Club 但不是那种炒的Club 就是夜酒吧 然后最重要的 在这条街上面有两个 一个就是我现在身后这个叫 呃 狗楼俱乐部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前面的 到这条街的头的这个 Chinese Weekly Entertainment Club 它的中文音名叫 中华维基利娱乐俱乐部 所以其实这两个俱乐部 听说 呃 现在还是有在运营的啊 其实平时还会有宴请啊 之类的 呃 那个 呃 反正 说是俱乐部嘛 其实就是类似我们现在所说的那种 协会的会所 或者会所 也主要是一些生意人 或者打光贵人 他们联谊的地方 不知道我住过 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 Ritz Carden的人 哪天有机会进去 也参加一下他们的活动 不行就在外面拍拍视频好了 你看他这条路就是已经到尽头了 然后那里就是这个俱乐部的停车场 应该 然后这就是克纳街的这个支路 90米啊 我刚刚从那里到这里 我路了三分钟 OK 听说当初在这里的海峡华人 也会聚集在这种俱乐部里面 然后组织一些支援中国国内的活动 像这个吴鲁俱乐部 听说在方兴以后 还获得了新加坡重建局的建筑遗产大奖 那么为什么要叫吴鲁呢 原来是取自陶渊明的《读山海经》里面的 众鸟心有托 无意爱吴鲁 board about these 欢迎着春酒 知我缘中书 微雨从东来 好风与之剧 泛滥周王传 流冠山海途 抚养中宇宙 不乐复何如 读《上海经》一共有13首 我昨天也特地去读了一下 陶渊明的诗就是不一样 很真也很特别 另外我去年读了一下 它的那个《桃花源记》 咱们初中都有学过的 我感觉那个写的 不就是新加坡吗 Am I right? 同样是一群人 离开了那个地方 来到了这个地方 辛苦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园 然后其乐融融地生活着 除了山少了一点 其他不都是很相似的吗 Am I right? 所以黑梦摇一摇 我也可以找到外五楼 那么克拿街走到尽头 就会跟安祥山的路会合 那么安祥山也就是我那天 厦门街之后爬的那个山坡 那么克拿街跟安祥山这里呢 现在基本上就是 餐厅饭店酒馆特别多 所以如果你们有来新加坡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来克拿街跟安祥山 来体验体验 然后从那里下山呢 就是唐人街牛车水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要赶快下山了 因为马上要下雨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 你的 sabe 你还有时间 你是假的 什么样 你会抓到 这还没骗 你们重温 我做什么样 现在